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支观众想看的笔 就这支 看一下包装先吧 外面一层就是白纸和包装 这支派克的新版豆腐 看这个包装知道这支笔也不便宜 边上是这个样子 然后先把盒子给拿掉 引路眼帘的是这种叫 一个 叫那个什么 什么 绒布吗 还是叫什么 就一个普通的一个布料 然后包装上面有一个炭金的一个帕克 摸上去的一个地方 就摸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硬吗 它是往下凹一点的 再下来这里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旁边的这个刚刚有看到 好,那打开一下就这样子一拉 然后再这样子再拉 有点多余 感觉 但是这也显得这支笔非常高级 引路眼帘的一张什么的卡 那这支笔 我们一样先放一边看一下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这个是里面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说明书吗 应该是说明书 里面还有那个墨郎 哎,帕克的墨郎我还真第一次见了 前面它不是一体的 它是平常的墨郎那个封盖都在后面的 它这个是在前面的 是落墨吗?还是怎么活手啊 没事啊 就灌完墨以后再把这个口给压下去 它是倒过来的 看起来好像挺不错的 然后这里下面应该没东西了吧 我觉得 啊,没了没了 好,就这些东西 反正东西也是也不算多啊 然后盖上盖 这个给它放回去先 开这支笔得需要慢慢开 好,那这个放一边以后 我们引路眼帘的是我们的一支笔 笔的话首先一样的 我就随便搞了一支橙色的 因为多了一个这个纹 那这个纹等会我们再看 那还是一样先看一下我们的大小 首先啊,笔的话来 万宝龙的146吧 这几支五大里面放两支 这次的笔那放两支五大 我觉得对比还是比较 怎么讲呢,公平的 平常的话也不知道拿什么笔来对比了 那这次拿那这支拿五大那就很合适 不然有些比你十二二十块去对比 真的是有点过分 好,那首先笔的话 它的粗细跟M800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人看到 那笔声的话会短一点 然后我们选看一下笔帽 我倒插,能不能倒插,不能 可以可以 好,然后一样的 那现在视频上面会再增加一个细节就是 这个笔的一个笔件大小 那还有它的一个拔盖以后的一个长度 进行一个对比 好,可以 那能看到首先三支笔的话 那拔盖以后那就跟M800基本上差不多的 那如果是M800 你这个尺寸合适的 那你就不用考虑小豆腐了 那你说M800,你说600的 那你是如果你说你是用600的 或者是最小一点的笔 那可能还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因为它这只所谓的一个大豆腐嘛 但是我看的感觉是什么 大不够大小不够小 它给我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另外笔尖的大小 你能看到其实三支笔的大小是差不多 不会说就是说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明显差别 再下来的话 还有一个这个 插上去正常不会 但插上去会显得非常长 还是一样 然后呢 最近再增加了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一个 那首先先把笔给观散 这个一个的小重量剂啊 最近买的一个设备 希望大家能看得清楚 好0.0我们把笔放上去 29.1 那我们放旁边一点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一样 好还是一样 29.1的这样子一个重量 再下来我们再放一下这支笔 看一下多少 应该会轻一点吧 好那这个笔帽大概就是10克左右gram 那好那重量我们也看完了 我们再下来 就开始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笔杆上面的一个细节 笔上面细节 首先我们引路也年的肯定是上面的这个标 我非常的一个 其实笔我前面开过看过了 所以说这里不是很非常亮 那能看到的是一个笔的话就是 呃 能看到只有这里 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可以 可以可以 那能看到的话就是呃 非常漂亮的一个陶心间 另外的话 对上面的一个豆腐也是完完全全的引路眼 就是感觉怎么讲呢 不是特别细 他这个凹呃 这个怎么讲 只有这个的图 图字 笔杆上面来看正常的一个小有弹性 不会特别紧的一个笔杆 上面的奥温 我觉得好像他的一个精细度 可能跟龙的一个精细度 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 我手机的一个设备问题 没法拍太细 那能看到 这两年看一下对比一下就是说他精细度来讲 跟万宝龙还是差了那么一截的 就是拿他一个笔环跟这个来对比 像这个地方的话 我认为他应该要做的一个比 笔帽这个笔环的这个地方好细 那笔环上面呢 能看到就是也没有很多的一个加工处理 也有万宝龙那样子的一个小斜纹 只是说他做的好像是比万宝龙那个还要细一点 你看一下 对万宝龙那个看的是比较明显 这个好像看起来就 呃 没那么明显的感觉 好 那我们选一选 我选一选给你们看一下 好 两边 然后这里是写了一个Friends 好吧 非常 我很喜欢的国家法国 好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 那这一支新版的话 他只有这个橙色大豆会有显示的一个奥文啊 帕克 pen 然后上面的字这样子 那个人是觉得有没有这个字影响不是很大 我也不这个倒是没有太读到我了 但是刚好就说 他好像这一支好像跟白色差不多 我想有个字吧 刚好多一个细节那就买了吧 不然我个人还是喜欢那个白豆多一点 因为橙色这个颜色我个人不是特别好喜欢 我比较喜欢蓝色和金色这类的就跳一点的颜色 笔尾的话就没有什么一些 没有没有什么呃可以讲的了 基本上整支笔的呼应的话怎么讲呢 他整个笔形了前面切到后面切到 看起来的话整支笔是偏现代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这里也是比较粗 那比我们能看到这里 看的话不是很看得出来摸的话 我觉得也就这个地方 我像拇指这个地方能摸到 就是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摸到他就是往里面会写一点这样子 那前面这一段如果比拿下 你会看到这里最粗 这里也是这样子 那握感应该也还是ok的我觉得 那好像不会像万宝龙那种 就是说我这里然后中间粗 好像这个变化来讲的话 他会相对来讲比较 左一点比较没没那么刚 因为他渐变你能看到他圆角 这个圆弧还是比较大的 没有说那你直接看到这样子一横 然后一斜这样子下去 呃有一个细节倒挺喜欢的 这里这个斜度然后连笔帽 你看到笔尾这里它是过度还是很平滑的 这些细节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的一个笔的话 那里面还有个洞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 那个金属片 能看到吧 就一个小点 就是那个金属片 应该是本身 啊最后就装配的时候有个洞 然后你装下去就可以了 呃也有一个 里面的话我暂时看也有一个套筒 就是说防你那个墨缸的 这时候再拿起来我们对比一下那个 比我对跟M800是差不多 稍微细一点但是不是很明显 用起来不是啊对 握起来的话这个感觉会比M800的那个稍微细一点 但是肉眼看其实差别不很大 呃 笔杆的话配重本身也还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配重啊 哦好像 哦大概这样子重心反正就真的是在一支笔的一个正中间 不会反正拿下刚好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这一架那中心来讲配重应该是挺舒服的 平衡性非常好的一支笔 哦好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舌和笔尖啊 这个我最喜欢看的一个部分 笔舌算是我比较不满意的 因为看起来真的非常的中骨 而且非常普通就这样子有槐刀 没有那条条金 然后呃大家也看到是一个F尖那笔舌 而且这种笔舌感觉好像非常弱 没有那种就是呃怎么讲呢 就呃精细那种感觉吧 而且很脆弱这样子 笔尖的话倒是非常的漂亮 一个桃心尖跟他这个剑嘛 有一点呼应啊 一根是剑一根是心啊 不知道你们能想到什么 但是他这个图形应该是黑桃吧 我觉得不能叫心吧黑桃 反正派克的元素它是非常就是 显明显的就是说非常的象征性非常强 但是我一直没办法把它这些元素嘛 跟他这支笔联系起来 我觉得他这支笔很多的元素问题就在这里 就一根键 但是键跟钢笔到底有什么差了 因为这根键其实这么多笔舌 我最不喜欢应该就是这样这个笔舌了 因为它真的没什么联系性 还不如普通的一个笔舌 上面的字凹纹等等的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会比那个血肋的一个压纹压的压的怎么讲精细一点 就是说没有看到就是说奥温旁边它的一个就是凹下去那样子的一个弧形吧 就是说笔尖上面的没有看到就冲压过度那种弧形 反正模具上应该还是ok的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异力啊 哎还是要这样子 好那这次ok了非常顺利我们能看到这样子一个笔尖 好那笔尖前面的打磨三段长是比较圆的 那这个奥温也是非常的漂亮 圆虎然后我们看一下侧面侧面有点小斜这样子那应该是打磨方式也是很现代的一个很硬滑的这样子打磨方式而且有点圆 但是前端的话基本上整个都就是小一粒然后 源头的一个打磨打磨上面来讲暂时没有看到说非常大一个特色毕竟个人来讲打磨方式要除非像百利金那种一粒就圆这么圆的 要么就尝到那种那么刀锋的像这类的话就是说个人觉得会也会好写 但是说呃不算特别有特色个人觉得但是也ok了反正我自己本身对书写感觉不是有很高要求 所以用起来我认为都是ok的 然后中缝什么的我暂时我这次看也是挺齐的 然后尾部的这个地方你看到就说稍微也是左右左右应该也算对称吧不是不对称吧 这么看不知道是镜头原因还是怎么样反正看起来还是挺正的 整体打磨的话也是硬化为主出风难度估计也是比较高的就是常规的一个欧西比的一个打磨方式嘛 我觉得也是好这里okok好那大概就这样子 那再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对沙漠阶段 沙漠了哎这支笔哎是写一下不知道就说手感怎么样 好然后这个哎呦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还有写一个Friends哦不错不错但是这里就没有那个橡胶圈了 我就我看他的话就是主要的应该还是完感为主这支笔 看一下 沙漠 不知道会不会像威迪雾他的比西末七设计的跟威迪雾很像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那个怎么讲 啊呃呃那个西末七就是呃爆感 因为威迪雾那个我用到现在的好几个也也爆了有一个左右吧 我用好几个然后超过三四年了吧 然后爆了一个吧暂时暂时看到的是 尽量不要弄到手希望今天 今天呀那个光线好像不太好啊那 看了不太清楚的麻烦就是啊 那个尽量尽量啊今天的 感觉拍的不是特别好 好那一个我们把笔给盖上 嗯还是一样的常规的一支那个我们的一个campus的一个笔 啊已经被我弄的就是啊非常残了的一些 好那个绳子我们继续书写一下 顺便再把另外一支笔我给提早拿一下 好这里可以开一下加速 好书写完以后能看到吗就是说这个笔的出没 好大我这一支还是F间的他出没啊比一般的比要大了 我印象中派克的老笔他控墨都是非常精准的 新厂的一个淘心间的话出水后也很顺 然后书写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嗯比较奇怪的一个手感呢就写起来的时候 他应该是属于写英文的笔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够滑 有点小阻尼感写中文也可以写英文也可以 但是两边的书写感受他都不是最好那支 但是书写感受也不错也舒服 因为你们听一下就是这个 有点沙的声音但是不是那种热刀切缓 有另外试一下 就是我用力压的时候你看也是偏硬的这样子一个尖 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买EF了 但是我不知道EF跟F的出息会差多少 因为很多时候欧比的EF跟F的话它的出息都很接近 然后B跟M也是很接近 但是F跟M的差别就会比较明显了 很多欧比都是这个情况 那这支笔的话总体的话就是说怎么讲呢 这个先放一边吧 你看出没大道像有些字这里都不是很能看得清了 这个就像不是很能看得清了 像有些字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书写的话就是不左不右 它的定位感觉是像他跟万宝龙我觉得很像 但是不是说外观而是说它本身的一个性能上面 你看它的配重 然后笔尖等等的好像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呢它就是各方面性能综合起来就非常高 万宝龙146是这样子一直比 那这一支呢我觉得就是说 像万宝龙146那样子一个定位 但是它是一个质感 那有点像百利金其实就是百利金 但是百利金有一个活塞 和它的一个感的质量真的非常好 那这个的话怎么讲呢 它是另外的一种方式 但是呃笔尖上来讲我个人喜欢百利金多一点 但是这支笔也非常有它自己一个特色 有颜色可以玩 然后平衡性也非常好 就是触摸比较大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支人品比较不好了 其他的一个外观呢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质量来讲都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好 好那这支笔大概就到这里 有什么漏奖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那个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好谢谢啊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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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